常常看到有的不用index 不用index 因为我们是用index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另外呢有很多这个或者书籍里面很喜欢用另外的函数 插入函数里面的你可以在那个检视与参照里面 会用到一个叫indirect 那实际上indirect跟index 它的概念基本上是类似的 差别只是说index是必须要告诉他在你的中标里面是哪一列哪一栏 是一个数字 可是indirect的话呢你必须告诉他一个 一个一个字串 那个字串的话呢 就是说呢比如说我今天呢用indirect的话呢 这个index是1-1 有点像这样子 那如果说用那个indirect的话你必须要告诉他一个 A1 有没有 这个感觉到很像什么 在VBA里面 这个用sales 这个用range 应该懂那个逻辑吧 一个是用数字 一个是用那个文字 那你想说 那这样你又多学一个了indirect 所以如果说呢以后 像很多书里面一下用indirect一下用index 到底用哪一个 反正不管用哪一个都可以做得出来的 那只是说呢你要怎么样类似的问题 比如像刚刚这一题 如果我们也不用学太多啦 反正你只要转换一下 indirect就可以做出来了 那怎么做 我们来看一下 当然你可以直接拖拉过来 这个按control键 再复制一个 然后叫什么indirect indirect 然后呢里面呢 做法上 其实 我这边也用做法把它删掉好了 重新再来过 如果你用indirect的话 假设你什么都不会 没关系 你就插入那个 檢视与参照 找到indirect 这个函数按确定 然后呢 他会问你说 referent test 就是 你要查的是 这个储存 特别最后 是这个工作表的 哪一个位置 那我们基本上 就告诉他说 我要找的是a1 那必须给他一个字串 不然他 你记得 前后双银号要自己打 如果没有打的话 会找不到 他不会自己帮你加那个双银号 然后呢这个地方第2个参数可以先省略掉好了 因为他就直接找绝对的 我们不要找相对的 好 a1按确定 你会发现呢 高1美就过来了 但是呢 如果现在向右填满的话 他一定还是高1美 为什么 因为这个文字 他不会像数字 有没有 他会自动帮你增号 向右应该是蓝增加 跟正一样应该是 向右的话应该是 a1 a2 a3 a4 a5 那也就是说怎么样 后面这个 这个数字 有没有 应该要变什么 12345 678 90 不就是刚刚那个我们的那个逻辑 有没有 哪一个逻辑呢 就是 刚刚的这个 这个 Column这一串 乘上5 这个逻辑 就是 假如说我今天呢 能够把什么呢 刚刚这个逻辑 就是哪个Column Column 3栏 减掉2 就是1 然后呢 乘上他的倍数 1 到5 一直往下 如果我可以把这个逻辑 跟 indilux 结合在一起 有没有 那不就可以抓到我要的位置了吗 比如说 indilux a1 indilux a2 那只是把它串在后面 所以怎么串 记得 一样的动作 剪下来 插入什么呢 indilux 比如说这个地方 再加特别最后 是用那个index下面这个indilux 按确定 然后后面的话记得 就是一定是a栏 从那个位置的话一定是a栏 所以呢 我就直接在这个地方呢 先把那个and先加上去 先把刚刚的公式贴上 然后呢前面这个双引号这个地方加上a a有没有 第一个一定是a1 a2 a3 a4 a5 也就是说 a是一个文字 and 后面是一个数字 他就会自动帮我把这个数字 拼凑在文字的后面 也就是他自动去抓a1 a1放这边 a2 放这边 a3放这边 一起推 打勾 确定之后的话呢 那各位可以可以看到 有没有 高1美过来 往右 看一下 有没有 有没有 陈二水 陈小美 一模一样 对不对 上下呢 放开 OK 基本上的话呢 底下的东西会全部过来 不过 这个后面的状态 不太一样 刚刚那个index 抓不到的时候 他会是那个reference错误啦 不过index 抓不到的话 他会返还是一个0 那怎么办 但你也可以怎么样呢 再插入那个什么 逻辑判断吧 如果说你今天最后要把它过滤掉了 如果说你不care的话 那就不要理他了 不然就把它删掉 如果你比较care的话 你可以怎么做 把这个剪下来 放在哪里呢 放在那个if里面 去做逻辑判断 做什么逻辑判断呢 如果这个结果等于0的话 那你就怎么样呢 给一个空置串 反之的话呢 再把刚刚的东西贴上 这样可不可以 按确定 来看一下向右 向下 向右 向下 填满盘多一点 有没有 那因为呢 如果他是0的话 那就过滤掉了 只是说呢 刚刚是用ifl 那现在是用if来过滤 if 什么呢 这个结果等于0的话 那就转换成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就没有东西 反之再贴一遍 结果出来 OK 所以这边的话呢 顺便讲一下 因为 index 跟indirect 这两个 函数 用到的机会都非常大 那我如果说会index 其实基本上 你indirect应该也会了 这里的话我想 各位先试试看 把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